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又來到我們講完講事 我們想和林老師分享一下 沒有之前我們講完事那麼慘 但這個也是慘的 他三個碩士學位 是啊 那位老師 竟然沒有簽過長約 還有為什麼香港政府 你不是讀書 安排給我們那些 我們叫他們小朋友 三十歲都 給那些小朋友找工作 或者有工作給他們 是不是 現在去安排一些工 給年輕人做 都是招不保值的工 就算你好都好 他都可以經常換人 因為呢 都要講一下背景 為什麼這個33歲的男老師 他有三個碩士 學生都說他教書 教得好 他都入不了職 是我身邊 其實很多這些合約教師都是這樣 你看到他的樣子 是沒有老師的光彩 為什麼呢 因為招不保值 因為招不保值 即便要就著校長方針去做 但就完都未必有得續約 因為現在呢 有些校長呢 不是每個都是這麼壞 有些校長呢 但我認識很多都很壞 是的 有些校長他現在 真的要踢爆他們 他們呢 是明明有一些長額位 即是長額位 是長約的 他呢 就用合約 來請長工位 那麼呢 教育局又容許他這樣做 即是明明有的 他收起來 為什麼呢 讓他可以常常換人 他換人有什麼好處 學生跟開那個教法 換了第二個教法 不同的教法 他不是 他 講真的 他教完一年呢 就叫做 一個換人都OK 那麼 他所謂就是 他看著學校那一年 即循環 譬如走什麼老師 他就可以再請什麼老師 譬如今年可能缺數學 他就用合約 請個數學 好了 到了原來下一年呢 中文缺 他就不要這個數學 又請個中文 明白我的意思嗎 好了 到了中文他就OK了 原來今次走大量音樂老師 他又丟了這個老師出去 那個老師未必搞得不好 他只不過 這年音樂時 又請一些音樂的人 又是用合約 但其實明明有長額位 他是不放給你 有些方法 我們叫做 釣高來買 就是 你這個長額位 好像一塊玉利 那樣 你刮一下 又刮一下 刮一下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你就會聽話 就是一句說完 就是 他要用長時間去看 這個老師 是不是聽聽話 其實不是要他教得好嗎 教得好當然是很重要的 跟學校配合 學校的行政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通常你一給了長額位 老師就有自己的自主權 那他就不想給自主權老師 他不是教的時候 他不夠放嗎 不是的 有些合約老師會拼命 就是想教得很好 我自己問心一句 常常老師的確有些是養懶人的 是的 那我養懶人這些 其實校長要管治 你一定解僱不到他 但你總要有方法令他更勤力 所以學校會造成一些很不公平的現象 就是 合約的老師他只有萬六至萬八元 但他做的事情和舊制老師一模一樣 那我自己作為 又不算很老的老師 我都是經常和新人合作的 因為可能校長覺得我和新人 即是有辦法談 我經常都參與社會運動 我經常很替他的可憐 就是我和他們一起奮鬥兩年 反而累了他 然後他就走了 不是累了他 他又走了 然後又來另一個 我經常看著不斷換人 有些學校就是明明有都不給 其實這些我們叫做弄權 有些學校經常留下三分一位都不放出來 但教育局好像不行 不理他 就是跟學校師相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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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這套他一定會承受很大的壓力 因為很多都是常額老師 現在問題是常額老師為何這麼自私 就是自己有常額 不去為年輕人去爭取常額 你們當老師選的時候 你們就不要投票給常額老師 那麼簡單 但你沒辦法的 老師投票好像我自己也看到 投票其實有時候都不太知道 那是誰 他們不了解 隨便選擇10個 即是想電視多出名多 不是的 其實教協很多出名都未必出電視多 他們有時候真的隨機選擇 因為教協宣傳不多 對於候選人也宣傳不多 直至到韓廉山出來搞一個進度護教師同盟 他們就開始做很多宣傳 那就要請韓廉山出來講一下 是啊 其實韓廉山為了一些常額老師 為了一些合約老師爭取很多 但在爭取的過程當中很不幸 就是這個老師已經跳樓死了 因為其實我很明白他的壓力 我33歲 我出來教書有10年 都是合約制 我有家我們 我也認識我的朋友 都是10年 都是合約制 兩年去一間學校 兩年去一間學校 一年去一間學校 突然有一年找不到 沒有 因為教育局不允許中學的小班教學 一直都入不了職 入不了職有些 即是退了兩年 找不到的做 索性去補習社 還要找一萬多二萬元 但是有得做 那教育局有沒有幫助 現在死了一個家屬 當然沒有啦 他說是個別事件 那教協有沒有幫助 教協呢 他也有做點事 我也公道點想說 教協那一晚都立即去教育局 通宵留守 要求改善合約教師 我知道他們在談 就說請一個老師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用 請一個合約老師 最多給你用三年請他合約 第四年就一定要給他上額 但我學校很精 第三年就解僱了你 對啦 又一樣 大哥 如果聽你這樣說 這個教協真的沒什麼用 是啊 我聽完他們 他們說 但他們很開心 這個方法是否叫好一點 最多三年 那真的 我三年就換了他 也不用去到三年 我根本兩年就換一次 那你們教協 今次我不知道是誰做立法會 葉建源 這個可以解僱了 他有出聲 出聲沒用的 你只說現在的人遊行示威 打到誰 誰下台 你的句話 只說沒有用 他那個爭取方式比較溫和 現在不能溫和 始終我是司徒華年代 華叔其實是激進派來的 華叔是令到所有老師上街的 是罷課 才爭取到一個合理的公酬 和有個常額的位 所以 你記住年代是跟著進步的 你來那些激進派來的 最緊步 即是說那個叫什麼 立法會那個什麼 什麼議員 立法會議員那個 葉建源 葉建源 他那些要下一次 我不選他 現在你上街已經不行了 但你沒辦法 第一 教育界是功能組別 所以 那些老師 他投開那個出名 他就投那個 你怎樣扭轉老師這些想法呢 就是老師除了教書 真的開一下硬界 看看社會發生什麼事 不用看很多 只是看自己的教課 你做不就行 我會填激進派 你應該要激進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你不激進 根本就爭取不到 因為教協 其實一日二建源 一日就 學漢權就是屬於真宗那邊 只有這兩個 學漢權聽過 學漢權選了很多次 每次都選 你這次應該 看入票去爭取去選 說不說笑 不知 學校一定會又吵我 如果我有這樣的考慮的話 如果要吵你 說真的 你要公佈 就算 你知道現在的人不看報紙 我們網台也有很多人看 但香港人很羨慌 你說不說 就算這件事 小朋友死了 很震撼 關注一陣 炒熱一陣 然後又沒有了 其實那個教育的制度 其實沒有改善過 我們依然都是被吳黑檢 捏著我們的頸 我們嘗試講一下 689公職 好 有什麼公職 你講一下 我講到的 前面拉後面放 有什麼気變 人工法 我買, 我買了 我買了 什麼東西 是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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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我 我買了 我買了 你買了